各位大家好,又是我小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上一段短片講財智的短片呢? 其實大家投資,很多人的目標都是想財智的 但其實財智是否這麼簡單去看呢? 是否這麼簡單去看,把秘龍收入大過你的支出等於財智呢? 其實財智還有幾個情況去看 所以我都很建議大家去看一看我上一段講財智的短片 我亦都在短片中講了究竟我財智了什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先看這段影片 再看阿里巴巴這段影片 其實這段影片,我這次主要跟大家去看一看 阿里巴巴2021年財年,即是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財政年度 它的業績 其實這個業績在市場上有不少解讀的 其實有些人就說它的盈利增長減出,前面很暗淡 甚至有些大行就說它下年是不會有盈利增長 說得好像很差,其實實際上是否這樣呢? 我會從業務和財務兩個方面去看 業務當然這段影片會說 而財務那段,可能會先放在Patreon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小柱的Patreon 可以優先長看,看財務編 或者其實我都未想到究竟會變成exclusive 還是優先長的形式 可能到時再想 如果大家有興趣加入小柱的Patreon 當請小柱的喝杯白啡的話 大家可以去下面info box的連結 去加入小柱的Patreon 這邊我都會說一些可能是財務已經不肯說的 大家可以細心留意一下 我先跟大家說說股價 大家都很擔心股價 其實它是出業值 就是前一兩天出業值 它出業值之前大約216元左右 一出業值之後 就跌了20多元的水平 其實那個跌幅跌了5% 當然我覺得5%也不太大 但是可能在某些討論區 大家就會覺得股災了 一些都哭了,想死了 究竟這是股災? 最難的Joy還是Joy的Joy呢? 大家可以自己聽完之後 再想一想究竟是哪一樣 在新鎮開始之前 即是新鎮開始之前 我剛才講一段影片集成明 都要重來講 其實這段影片和文章的論文 並非投資意見 包括成任何投資 產品邀約,邀約之內 或者建議 本資料之內 作為一支本本婆 看看有沒有考慮你的個人需要 投資目標 和特定財務狀況 投資負責風險 所以在任何投資決定之前 記得自己做足功課 我們就先講講它的業務 開始講了 如果大家看看阿里巴巴的收入率分佈 其實大約4成3的收入率分佈 都是由淘寶、淘寶、淘寶、零售業務 而走出來的 還有大約23%是由其他銀售業務 例如合馬新鮮、銀械商業 還有其他銀售業務 另外還有5%是由國際線購入 同時在東南亞的Ani Express 如有Lazada 或 ALI Express 另外還有5%是由他的Logistics 即是賽料 另外5%是由類似美團的外賣業務 大約有4%是阿里巴巴.com的全售業務 還有8%是大家很著眼的Cow Computing 即是雲計算,因為大家都看重 阿里巴巴的另一個真相點就是雲計算 所以從業績分配來看,我覺得大家看了業務 最主要是看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電商的項目 因為都佔了6至7成 另外就是Cow Computing 即是雲計算,因為這是未來增長點 好,我們現在開始 好,我們直接進入它的業務 首先講它的電商業務 其實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主打是中國市場 其實看它業績比的數據 其實2021年這個財年,阿里巴巴整個生態系統 即是連同國際市場的GNV 即是商品交易額 總計大約8.119萬億元 而當中中國市場佔了7.494萬億元 你看到1萬億元的數據很大 不如整個1萬億元就剩下 就這樣看,8.119萬元和7.494萬元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 它的GNV 即零售市場的GNV 已經佔了GNV 大約92.3% 剩下的那些 主要是國際上市場佔了 以及一些本地生活 即是噩尿魔的GNV 所以如果大家看阿里巴巴的業績 其實一定要看看 它的零售市場 即是中國零售市場的情況 究竟是向好還是向差 以及中國零售市場的GNV 究竟是否做大了 好了,剛剛講完這個位置 大家知道 如果我們下一步再看 它有沒有發展的亮點 我們就要看看 中國整個整體的零售市場 其實阿里巴巴都很感知 整個2021年的財年 其實中國的零售市場總額 大約是41.9萬億元 即是41.9萬元 其實比上年是升了2% 而 以阿里巴巴的GNV 中國零售市場的GNV 除回中國整體市場 其實阿里巴巴的GNV 已經佔了中國整個市場的零售總額 是18% 即是阿里巴巴的18% 還未算京東 拼多多一些 也未算 即是大約看到 起碼超過20% 即是5分1的零售總額 已經是電商化了 當然這個% 其實有機會再有進步空間 但是這個進步的增速 其實會有幾大呢 大家可以想想 因為整個零售市場規模 其實每年大約有2-3%增長 都已經不錯了 即是看到2019年和20年 相比是增了2%左右 所以大家再加上 他那個 Online 銷售市場的市場加大 其實他應該還有增速的 但他的增速未必有以往那麼快 再看看 關於他的 餘動用戶 即是活躍用戶的資料數據 為什麼我們看過活躍消費者的營運指標呢? 因為其實 如果一個活躍用戶 代表著更多人 就留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而他留在他平台上 代表著 越有機會去花錢 所以其實 這個活躍用戶 是對電商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看回數據 其實阿里巴巴都說 現在每個月的活躍用戶 就達到9.25萬億 以年度來看 即是一個年的活躍用戶 大約是8.11億 那麼 這個數目 大家會有什麼解釋呢? 我再給我一些數據 其實2021年5月11日 中國國家統計公佈了 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其實全國人口大約是14.11億 代表著其實阿里巴巴的活躍用戶 已經佔了中國全國的人口66% 那麼這66% 你可以想一下 中國活躍用戶已經佔了66% 只剩下天花版大約四成 而四成就不會全部都會用電商 或者他的網絡基建未必做得好 所以其實 在中國的天花版 或者通過活躍用戶的增長,而得出來的業績增長是否這麼大呢?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為什麼呢? 現在他們在想一個方向就是 因為已經一線城市差不多飽和了 現在再下四成就是它的下層市場 為什麼他們經常說下層市場 從拼多多、京東都大這個市場 因為這部分就是之前被人忽略的市場 大家可以看得出 淘寶特價版 淘寶特價版就是它的下層市場 專門打下層市場的APP 其實它的年度活躍消費已經超過1.5萬億 已經佔了整體活躍用戶的數量大約18-19%左右 所以你看得到它在下層市場 是已經有一定的成績走出來的 而它也說了 其實今年它新增的年度活躍消費者 其實大部分都是由 70%都是由 這個欠發展地區走出來 即是下層市場走出來 而其實2020年它的新增活躍用戶 都是70%都是由這些下層市場走出來的 所以其實你印證了它們 它們是最接近這個下層市場 而且是有成就的 當然它和平多多和京東 現在基本上是將下層市場 將這個南海變成一個紅海 那究竟阿里巴巴可不可以在這個紅海市場 可以打出變天呢 其實現在暫時在城市看得出來是OK的 但是平多多和京東 這兩個強者都不可以忽視 所以大家都要繼續密切留意 這個下層市場的新長率 講完消費也講完它的供給 始終一個marketplace 一個平台有消費者 我都要有供應商 供應商那邊 最多商品放在平台賣 其實代表它的商品的分類會更多 而更多會有消費者會用這個平台去看 所以其實供應和需求 兩個要互相扶持才可以令到它這個消費平台不斷壯大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 2021年3月3號 已經超過200個車錢品牌 已經進入了它們的平台 例如Cartier 例如發發奇 Cucci IWC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是比較大的品牌 大家可能之前 很久之前 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淘寶賣假物 連馬雲也都說 淘寶是賣假物 他也曾經說過 但是現在看到 連這些大品牌 都進入了淘寶 或者TML的平台 代表著 代表著 一來他們已經對 淘寶和TML的平台 其實的認受性已經提高了 即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在打價方面 或者對賣假貨 其實已經有一個洗脫污名的情況 第二就是這些是全部打高端市場 而這些高端市場 相對來說 對應的GMV 亦都會大一點 而中間的抽成 會大一點 所以 如果越多這些高端市場 除了掩蓋到下層市場之外 亦都會掩蓋到奢侈品市場 變相 對它GMV的增長動力 會越來越大 所以在供給上面 你可以看到 其實GMV的未來 應該會有一個發展空間 另外還有一個參與度 大家應該在這兩年 都經常說 淘寶直播 即是淘寶直播 其實在2021年 淘寶直播的GMV 已經超過5千億的GMV 但是 5千億多不多 我又給大家看看 其實 有些研究顯示 2020年 預計的電商市場滲透率 是由2020年的8% 提升到2021年的14.3% 而電商直播市場 即直播電商市場 即直播電商市場 這個交易規模 就會由2020年的1.05萬億 增加到2021年的大約2萬億元 增出大約是90% 而這個直播 應該會成為不少的電商 標準配置一定有的存在 但見到 其實2020年大約的直播 GMV大約是1億 代表著淘寶直播 是佔大約5成的市場 其實如果看看資料數據 其實Top10的電商直播平台 淘寶是佔了4成8 而京東是大約4成7 TikTok有3成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頭三大已經佔了差不多 它的市場 都不小的部分 可以看到淘寶直播 其實是有它的競爭能力的 另外一個項目 就是新零售的項目 新零售的項目 主要是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合馬生仙 另外一個是圖仙達 實際上就是 之前很流行的社會團購 社區團購 合馬生仙 就是它有一堆自營店 裡面有很多新鮮食物 其實我都去過 有很多新鮮食物 其實它可以落單 幫它買一些蔬果蔬菜 然後運到它們的家裡 而圖仙達主要是 找一些夥伴 將它由offline的模式 轉成online的模式 社區團購這個模式 其實淘寶那邊 或者阿里巴巴都說過 它想打 但是大家都知道 前陣子社區團購這個問題 是被中央政府打壓的 所以其實 特別是 在2020年12月的時候 中國政府也召開了一個監督會議 它是召約了幾個 六個互聯網平台企業 其實說明 已嚴格遵守社區團購的經營行為 已嚴格遵守九個不得的情況 這九個不得的要求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代表著這個社區團購可能會有增長 但是始終內地政府需要一定的穩定政策 也不希望它們壟斷了 所以這個增長可能未必會上了那麼大 而增長力度未必會大家上了那麼高 另外一個就是 本地生活服務 類似美團的外賣APP 主要的APP就是 鵝尿摩 其實你見到鵝尿摩 鵝尿摩 日軍付費會員的數量 大約增長了40% 但是其實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在內地吃飯 或者消費 大家知道叫外賣 通常人叫美團多於鵝尿摩 所以其實在市場上 其實美團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倒性優勢 而在雲計算業務方面 其實阿里巴巴都寫了一些報告的數據 其實就告訴我們的求資者 其實2020年阿里巴巴集團 在IAAS 即是基礎設施職服務這個市場裏面 其實它獲得世界第三大 以及亞太地區的第一大排名 亞太地區第一大排名 亞太地區第一大排名是很正常的 因為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消費額 或者市場基本上就是中國 其實它是中國第一的 基本上它獲得第一是很正常的 不過 但是連世界都排名第三 你想一下 其實它整個世界面對的競爭者 是說有Amazon 有Microsoft 有Aircorp 這些大的公司 它在整個世界來說 其實它都排名第三 代表著它在世界的市場 其實它都一定的認受性 所以這個代表著它的市場 其實是有機會繼續發達來做的 因為一來中國的市場 它會不斷向上升 而且它本身的消費 不要說是市場 而是它本身的收入的規模 會慢慢逐漸發大 而在國外 即是國際市場 它又可以佔一些市場 所以其實在雲計算 這一個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就看回它的資料 另外一些財務資料 就是它2021年 其實它雲計算業務的收入增長 其實是達到600億元 增長大約50% 其實去年也是大約增長了50% 但是它也直接說 它在2021年3月份這個季度 即是財年的第四季度 它的雲計算業務增長 是同比增長的37% 即是你看到它的增長 在第四季是放緩了的 但是它是解釋了 為什麼會放緩了 它是因為有其中一個大的客戶 它是在國外擁有一定的業務規模 而它一直在用阿里巴巴海外的運業服務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 不是產品相關的原因 它是這麼說的 它就終止了和阿里巴巴的國際海外運業務的服務關係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其實現在 因為沒有了這個客戶 而令到它的增長 是由50%跌到37% 究竟對未來那一年 它的業務的收入 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跟大家計算 它2020年的財年 其實貴度收入 2020年3月份的季度收入 即是2020年財年的第四季 它的運計算率大約是122億 我們假設同樣是有50%的增長 為什麼我會假設50%呢 因為它整年計算是50% 而過去那幾季 其實也有大約五成的增長 所以如果不是因為沒有了這個客戶 理論上它的增長應該也有50%左右 所以我們假設它也有50%增長 所以它的收入大約是122 乘1.5 大約是183億 183億 對比它現在第四季 它的運計算收入 是187億 其實183億和187億 中間這個數 其實就是它失去客戶收入的金額 大約是16億 大約是16億 16億就是它一季的收入 代表著它下年就少了16億乘4 等於63億這麼多的收入金額 這63億其實就佔了它運計算業務的收入 2021年財年的運計算業務收入大約10% 如果我們假設下年其他客戶是完全沒有增長的 它沒有了這個客戶 代表著它下年的增長 就會有一個負增長大約是8-10%左右 如果它要繼續增長的話 首先它一定要找到其他新的客戶 第二就是它有增長 所以其實呢 先可以避免它不見了的10%收入 好了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要注意這個客戶 對阿里巴巴運計算業務的收入 會有幾大影響呢 因為它佔了它整體的收入大約10% 如果我們是否視它這個未來增長 至少有四五成的增長的話 如果沒有了這個客戶 可能是意味著它下年的增長會有續放緩 可能只剩下四成 可能只剩下五成 可能只剩下三成多 這個呢 大家可以觀察 在大家做估值的時候 大家可能要考慮一下 好了 我們就說多一點 業務方面呢 我們就說了七七八八 我們就說一下 阿里巴巴的前景 其實呢 阿里巴巴在業績上 其實呢 阿里巴巴在業績上 都說過它的收入目標 其實它們的目標 在2022年這個財年 應該會有大約超過9300億的總收入 其實呢 如果看回它2021年 它的經營利用率大約是15% 那這15%如何計算出來呢 我會在財務篇那邊 會覆蓋到的 那用15%的經營利用率來計算的話 大約它2022年 它的經營利用大約是1400億 那對比起2021年 大約1100億的經營利用 大約是增長29% 那我再看回今年 即2021年這個財年 它的經營利用率大約增長18% 代表著阿里巴巴的管理層 而這個利用的增長 其實它會將它用來做一個新投資 去投資起一些新業務 或者關鍵的戰略領域 令到它的市場的市場 會加大和會進入新的潛在市場 就是因為這一句 所以有一些大行 它會覺得它不是 或者它下年是不會增長的 那當然呢 其實我就不太同意這個 但是 我也不會太細節去講 為什麼 因為其實簽署的帳戶 的東西太多了 那我個人的感覺 或者我的意見就是 它是不會完全零增長 那 雖然我計算是經營利用 但是 它現在說 將增長利用 這個增長利用 這個數目 究竟它利用的基礎是什麼呢 究竟是EBITDA 是Profit 即是歸屬於股東權益 股東的利用 還是BITDA 其實只要你的基礎 你的金額有所不同 就令到其實 它所謂的新增投資額 其實可能有不同 而我們考慮它過往 其實呢 我們看它過往 它那個R&D那個 叫做金額 其實呢 我當作2011年 其實都有成500多億 而去到2020年的財年 其實都有成400多億 它的增量 都說是以百多億計的 所以其實它的增量 它新增的投資 或者R&D那個金額 是不是真的好像很大 令到它的公司 完全是沒有任何利用增長的話 這個是可圈可點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究竟它的新增投資 對未來的盈利影響會怎樣 因為始終你投資完之後 其實是會反映在未來 可能23、24、25 或者更加之後的盈利增長上面 這個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另外還有說過 就是在2020年的財部上面 其實它有提過一個 五年的戰略目標 一個戰略目標 就是要服務超過 10億的中國消費者 而在它的平台上面 要實現了超過 10萬億元的消費費務 大家可以看看的資料 就是2021年 其實它有大約8.91億的消費匯約群組 代表著它應該是2022年 另外 剛剛也說過 它的平台消費總額 差不多有8億 即它在五年內 它應該都可以實現到10萬億這個數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它們的定目標是有挑戰的 是有挑戰的 但是是有挑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個 標準的時候 可以根據這個數字 去標準你的數字 去計算你的數值 去計算你的估值 好了 其實今天我的業務篇 分享會有這麼多 那財務篇 我應該會先放在Patreon 到時看看會不會變成 優先詳定 是一個優先詳定 是一個優先的分享 到時我再考慮 最後 記得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然後 給我讚好 還有 把這段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即是大家 可能看業績的時候 就不要只聽聽財言 或者在電視上說幾句就算 深密一點 看看業務的情況 去猜測 未來它會有什麼增長力 所以 把這段影片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最後記得訂閱小薯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讓你有新片的時候 可以立即知道有新片 就可以一起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各位拜拜 拜拜